下一章就是如梦 什么东西如梦 就是世间如梦 我们来读 所以菩萨知一切世间如梦 一切世间如梦 比如就是这个梦 现在就是譬如梦 这个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梦就是非世间 非离世间 所以这个梦不是不在世间 也不在远离这个世间 它也不是在欲界的东西 也不是在三界的东西 也不是在无色界的东西 它这个梦就是 无生 非生也非末 非生也非灭 所以它不在欲界 不在色界 不在无色界 所以它非生也非末 也不是然也不是静 而有视线 这就是梦 所以梦是怎么一回事 梦就是非然非静 非生非末 非无色界 非色界 非欲界 就是非三界 也不是世间 也不是远离世间 这个就是梦 这样知道 所以要先对梦 有所解 然后才来跟世间 来做辟喻 这样知道吗 所以菩萨也是这样子 菩萨知道一切世间 就跟梦一样 就跟梦一样 没有变异 这个梦有没有变异 所谓变异就是 就是说它那个停留的时间 不会 那个出现了就消失了 出现就消失了 所以没有所谓的变跟异 意思就是极生极妹 极生极妹 梦呢 梦自信 梦的自信是什么 梦的自信 它就是 莫名其妙就会生起 莫名其妙就出来 就前面讲 梦的自信 就前面所说的 它不是世间的 也不是离开世间的 不是欲戒 不是色戒 不是非色戒 不是生 也不是 那个末 不是生 不是死 非染非净 这就是梦的自信 梦的自信 但是它就是会现出来 它非染非净 但是它就是会现出来 它非生非死 它就是会生出来 如梦的执着 一个是梦的自信 再过来是如梦的执着 梦的执着是怎么样 有时候就是说 这个梦 它会同样的梦境 会一再的出现 那就是梦的执着 如梦的性离 性离就前面这边 它就是那个 它不是世间 也不是离世间 如梦的本性 它的本性是什么 就是非生非死 它也不在世间 也不在非世间 不在三界 那个是它的本性 如梦所现 如梦所现 这个梦境的梦境 梦境现什么 现它各种各样的都会梦里面现出来 可是它现出来 现出来又不见了 所以世间 菩萨 菩萨就要了知 这所有一切的世间 跟梦没有差别 如果有所想的 想分别 就蒙入如梦绝始 如梦绝始 就是说 你会去追逐那个梦境 你会去追逐那个梦境 那就是想 会落入那个想分别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世间 我们讲说一切世间 跟如梦 就是这样 世间如梦 这是一切如法 这边在讲说 你对这些所有的一切法 我们讲说一切法没有自信 一切法 它的体性都是空的 所以这边讲的内容 讲那个就好像梦 它说 非世间 也不是远离世间 非三界 非生非死 然后怎么样 非染非境 这些 所以说世间如梦 先了解梦的 梦的自信 了解梦的本性 了解它 然后再比喻回来 一切世间 那个就是五印诸法 那个就是一切世间 这样知道吗 所以 了解到这个 就是如梦 如梦 什么东西如梦 就是世间如梦 要记住这个道理 这样可以吗 接下来就是如梦 如梦 这如梦就是 你看 佛子 此菩萨摩佛萨 知一切世间 同与阳 阳 就跟那个阳阳一样 这个世间 那个一样 阳阳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这个阳阳就是没有方所 没有一定的方位 触手 他也不在内也不在外 非有非无 非断非长 非疑色 非种种色 亦非无色 但随世间言说显示 这就是如梦 这个梦 我们可以讲说这个梦 就是你看到这个梦 这个梦虽然是从那个现象界来讲 就是那个什么 你很多的灰尘 那个什么 那个灰尘 你那个灰尘 经过太阳光的那种折射反射 让我们会产生怎么样 那个眼花缭乱 那个就是燕 这个就代表众生的什么 众生的苦恼 众生的烦恼 用这个燕来好比众生的烦恼 所以众生的烦恼就是诸法 就是一些诸法 如果通达这样的一个比喻 比喻的一个道理 你就证得了这个燕如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好像羊燕 羊燕就没有一个防守 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假设很远的一段距离里面 通通没有车子 只有你一部车 你看到远处 你看到远处就好像有在下雨一样 可是你一旦到了那个地方 比如说在一公里以外 你看到好像在下雨 可是你经过 经过你到达一公里的地方 没有在下雨 那个就是燕 所以它就没有防守 没有防守 这东西它来自哪里 不是不来自内也不来自外 你说有吗 它没有 可是你说它没有 它又献给你看 所以非有非无 非断非场 非一色非种种色 跟色就没有关系 亦非无色 所以这个怎么 这只是随着这个世间的言说显示而已 所以菩萨如是如实的观察 了知诸法 你了解到这些诸法就跟这个燕 跟这个阳燕一样 就可以现正一切 令得圆满 这个就是菩萨摩萨的第五 那个如燕人 我们现在就是学习的这个人 我们从无声法人里面 有那么多的人 现在我们就学了 今天就四个人 前面如幻人 跟化人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回去就是你好好的去认识它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如梦 这个梦相对待就是世间 相对待是世间 这个燕 燕一样就是针对世间 所以以世间这个角度来看待的话 这个世间如梦 这个世间如燕 如扬燕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什么 空 这个空就是 法界 世界 众生 佛 这个空你就要想到这些 就是以法界来说 以世界来说 以众生说 以佛说 这是空 空下来说顺忍 顺忍这边就是在告诉我们 就是说 当你修你的境界 一直在升华的时候 一直在升华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六帝 那个顺忍 有没有 我们讲六帝 那个六帝 你在六帝的时候 在五帝 五帝是在学义修什么 五帝在修那个 修什么 世生帝 五帝菩萨 六帝就是在修那个四圣帝 六帝就是当你正入空之后 五帝是空 五帝正入空 你在空的境界下 你会产生什么的心境 空的境界下 你产生什么的境界 第一个 第一个产生的心境就是 心就比较清静 一定会有清静心 一定有清静心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那时候进入空了 我进入空 我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不要 所以那时候 慢慢的平等心就出现了 这个是清静心 平等心 还有一个广大的心 这个是说心境的转化 为什么会有广大的心 因为你进入空 那个空就如虚空法界一样大 你有多大 虚空法界多大 你就有多大 所以那时候 你进入那种状态之下 那种境界下 你心境起了什么 我们编导其实就是广大心 这广大心是什么 我要追求更上盛的智慧 我要想起更广大的众生 那个都是广大心 心境的转化 所以在五地的时候 心境的转化 还有一个慈悲大运心 这个时候慈就出来了 这时候慈就出来了 所以那些心境 心境出来 心境一一的出现之后 你就会怎么样 你会想说再往 比如说 往更上盛的智慧追求 往更广大的众生去思索它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去想到菠萝蜜 这个菠萝蜜就是世间形 以一个菩萨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世间形 你在世间里面 你就修菠萝蜜型 这些啊 这些心境都慢慢产生出来了 可是你会追求更上盛 会追求更上盛 所以你菠萝这样的 会追求这样的一个心境之后 你就很自然的就转入到第六地 很自然就转入第六地 转入第六地 你有这样的心境 你就进入到第六地 入第六地之后 你要住第六地 你入它 接下来你就要住它 你因为 怎么可以住它 你因为你的那个功夫 你那个什么 禅定的功夫 再加上这个之前的 比如说世圣地的这些法门 这些法门你通达了 这个就是你的条件 你这些条件出来以后 具备之后 心境就是转化 转化出来 就你会转入 就心境一转了之后 你就进入到下一地 知道吗 进入到第六地之后 这个时候的平等 就更加强烈了 这个时候 那个就是顺 这个时候 你进入到住六地的时候 就开始思维 思维 那个什么 一切法 一切法 你要去一个一个 成就一切法 再往更上升去成就 那个就是住第六地 这样知道吗 所以 那个顺人 这个顺人就是在六地菩萨的一个 人法门 所以我们再强调 所以我们再强调 就是说 那个所有的一切法 你那个境界 境界一个一个在升法 那个一切法 你一一的在了达 你在 那个什么 了证之后 你心境上的转化 它很自然的转 很自然的转 那个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用那个五地跟六地来做比喻 我从五地要入第六地 这个当中 不是说我五 就直接进到六 不是 就是一定要经过这个心境的那种 心境的那种转化 心境的转化以后 你才会那个什么 才会入六地 才会入下一地 通通一样 所有的一切法通通一样 你在这样的一个境界之下 你要进入到下一个境界 那个这个当中 一定会有那个什么 一定会有心境上会转化 所以我们就说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形象 知道吗 就是说一切法 那个一切法门的那个形象 这个形象里面涵盖什么东西呢 形象就是说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像 我们讲说那个法像 像的一个形象 另外一个就是性的一个形象 性形象 五地菩萨 五地菩萨的形象是什么 五地菩萨的形象就是 五地菩萨的形象就是 他那个性形象是什么 是要正出到空 他那个什么 他那个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要修什么 修那个四身地 这是他的性的形象 他的像形象是什么 像的形象就是 比如说你那个四身地里面 我们讲说四身地里面的十六形象 那个就是他的像形象 接下来就是一个智慧的形象 智慧形象 你因为啊 因为你这个 那个性形象跟那个像形象 心经上 心经上转了之后 智慧就出来了 那个就是你的智慧 这个智慧呢 比如说我们五地来讲 就是四身地的智慧 还有那个四身地十六形象的那个智慧 还有那个禅定的智慧 还有禅定解脱的智慧 五地啊 我们说说你要正入到那个什么 到那个空嘛 你要正入到空 绝对是要达到那个禅定的解脱 那个就是禅定的解脱智慧 这样知道吗 那个就是智形象 智慧形象 所以这个每一个法门的形象 就离不开这三个东西 一个是相的形象 一个是性的形象 一个是智慧形象 尤其啊 尤其在那个 我们从菩萨 从菩萨的实地来讲 每一地每一地的那个形象 每一地每一地的形象 那个都是一种心境上的一种转化 我们讲说出地 从出地 出地的形象是什么 出地的形象啊 出地的那个像形象是什么 出地 出地因为啊 它什么像 它这个就是产生那种欢喜啊 为什么 为什么说欢喜 因为它 我们说出地 我们说出地 是佛欢喜 是佛欢喜 怎么样怎么说呢 就是说 它看到这个佛法那么殊胜啊 它就起那个什么 起那个怨心 我如果能够像佛啊 我可以成就那个什么 成就 那个什么 像佛的那种志愿 然后呢 众生一样会跟我成就 像佛的志愿 这个是是佛 这个是它的那个 它的性形象是什么 它性形象发起那个怨心啊 那个发起那个大怨心 追求无上知的大怨心 这个就是那个出地 知道吗 出地的智慧是什么 欢喜啊 得到那个欢喜的智慧 欢喜我们上次讲那个 上次讲那个什么 菩萨的那个世无量心 喜无量心啊 这个时候啊 你出地菩萨所产生的欢喜心啊 就是那个喜无量心的入门 等于喜无量心的那种前境 这个时候就是出地菩萨的那个自形象 知道吗 所以你一地一地的形象 一个法门一个法门的形象啊 要 都离不开这个三个东西啊 一个像形象 一个性形象 一个是智慧形象 你三个 三个形象成就了 很自然就是会 会入到那个什么 下一个法门 很自然的 所以你也不会去追求它 你也不会去追求它 只要那个什么 只要认真的精进 很自然的 你就会 就会进入到那个 下一个法门 好 那这两章 今天我们学习这四个人啊 回去就是 再把他 再把他那个 再把他 复习 一个一个你去思索他 你就一定会 也会有所悟啦 这个啊 这个空忍 有没有 空忍这个我是把它 整理出来 就把它整理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 调类似的 这样 比较好 好去了解它 当然那个什么 那个在经典里面啊 佛就不是这么说啦 佛他就是 就是 怎么讲 就是比如说无相啊 无相啊 就是菩萨了知一切法 这一方 一如如西空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 你起了那个无相的 缘故 佛讲的就比较 比较那个什么 佛讲的就是 他一个法一个法 一个法 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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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说下去啦 我们呢 因为我们算是初学 所以为了就是 方便 对从这个法理上啊 从法理上啊 一一的那个 調理性的把它 把它去认识它 这样对我们 那个什么 对我们的那个 了悟啊 比较容易有帮助啦 这个 这个空忍这个 啊 那个顺这边呢 就是 顺着佛所说的 去做 这我们只要去 那个思索每一句话 比如说 思维观察啦 平等无为啦 水顺了知啦 令心清静这个 字面上 读起来好像是 没什么 可是呢 那个都是 寒藏的 那个 深深的法义啦 大家慢慢慢慢去 去主角 慢慢去 思索它 好啦 我们今天就读这四个 那下次 我们再 再读其他的人 好 到这边 那我们先来休息 谢谢